南港瓶盖工厂今年3月有部分的厂房被列为历史建物 日前台北市政府就针对非历史建物的部分进行拆除 因为市府将在园区内开辟一条10公尺宽的道路 对此文资团体说市府的拆除过程非常不公开透明 而施工团队发文澄清说 拆除作业流程完全符合文资审议结果 可是市长柯文哲在选前曾经承诺要全区保留 如今却要开发文资团体非常不能接受 两台怪手上上下下正在进行南港平台工厂 非文资保存区的采除工程 施工单位是北市府地震局土地开发总队 但工程却让长期关注的文子团体感到压抑 一般的作法比如说以广池案来讲好了 他施工说明慧他是告知大众 然后甚至他还有在网路上公告 然后甚至还有告知媒体 然后他甚至他们要拆除的时候 林青龙还去参加重工典礼 叫媒体一起去采访 那这个是什么就叫偷偷摸摸啊 怎么可能会是像他讲的公开透明 文资团体质疑土开总队半夜动工强拆建物 并且对承诺跳票 没有邀请他们参与施工审查 土开总队则透过新闻稿澄清 绝无半夜偷袭强拆 他们在开工前的8月4号 已办理公开说明会 当天并没有反对意见 一个月后开工会在现场做好防尘 树木保护与历史建物的保护措施 但 现场看到的状况就如你们看到 就是有一大群树 像这边至少我认知的 这边本来就是有一整排都是树 然后那边也有很大棵 它说只有扯断了一小棵 根本不是啊 就是有大树已经被扯断了 触目所及的园区 粗大的树干横躺在地 甚至有的已经跟进外露 和保护措施的说法差距甚远 绕了园区一圈 则不断出现首位对志工担心的状况 台北市长柯文哲选前曾承诺 全区保留 文字团体认为还在抗争阶段 市府不能强拆 并且要立即停工 市府团队也承认 保护确实不够 将每天派人到场监督 家产维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